我先请教你 你为什么知道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完全不知道王小姐事件 因为我们保护消息来源 但是我们三十年的老记者 我们可以判断消息来源 他是不是可靠 那这个整个事件我建构一下 我今天可以多说一点 其实他整个共通性 他们都是在反李嘉芬 所以我姑且是把它定位是 斗李嘉芬集团 因为李嘉芬他是管事的 管事的情况之下 就是许多人他们可能对于李嘉芬 是有反感的 那甚至 我举例黄文才来讲的话 他三月就想离开 他跟友台中天其实谈好工作了 可是没有走成 那这一次他是局中人 那我那段的质疑就是说 为什么韩国瑜这么私密的事情 而且找他作为掩护 那为什么这么私密的事情 还会传出去 而且在吴子嘉 他分两段爆料 我这边还是可以很负责任讲 他第一段的爆料 就是韩国瑜 疑似有婚外情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相当巩固的 而且消息来源确定 他报的细节 包括王小姐的侄子等等的事情 都是对的 我可以辨识 可是他后面岔出去了 他似乎是被另外一条消息来源 给设计了 放话 所以这个部分在时间上 对于私生女的这个 这个真实性 他是兜不拢的 所以我可以定位说黄文才 他在吴子嘉第一波爆料的时候 为什么人是实地物 他斗得这么拢 他不必要 韩国瑜出来就说他鬼扯 他胡扯 没有这回事就好了 那韩国瑜当然是希望 我不要面对 有没有你心知肚明 如果你说没有的话 王小姐他自于何地 所以他希望幕僚要帮他代打 就黄文才他是一个 也是资深记者出身的 你非常知道该怎么样应付 这个这场风暴 结果他竟然对号入座 人事实地物都斗得很拢 他只是帮韩国瑜 把这个王小姐的跟他的关系 定位到是一个牌搭子 是一个牌咖 可是当这个料爆出来 就自由心震 谁会相信说 他只是他的牌搭子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斗里加分集团 黄文才应该是理应外合的角色 他如果没有因为 理应外合的角色 如果他们这一次没有斗里加分成功的话 黄文才会走 我消息来源 或是说该讲不该讲 我自己要拿那个尺度 这个东西 他不会当真正的官司大 最后会撤 双方会和解 就以昨天也有上台的那个 星期六也有上台的讲幻安为例好了 虽然他在立法院没关麦克风的时候 不小心说溜嘴 对 可是因为韩粉的压力很大 所以后来他还是得去参加星期六的这一场 就是看到这些其实国民党的传统精英 他现在很多人是夹在中间两难的位置 因为你既不能够得罪韩粉 但是你也还没有想要真的判离所谓的 你在国民党中精英群的这一群人 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什么 比如说问外情对韩 你有没有杀伤力 或者是说他政治城市美等等 为什么他也可以这么跋扈 这么非常嚣张 好像不可一世 因为他的群众根本就不关心他这方面的 对对于韩国瑜来讲 其实他一开始打的形象是什么 他一开始打的形象 就是针对着他那些支持人说 我跟你们一样 所以我最懂你 我怎么跟你们一样 我吃喝堵啊 对不对还有一个没有 我不知道光听姐讲什么 我吃喝堵我花天酒地 对不对 这是他公开场合自己讲的 他讲我当立委的时候花天酒地 这都他来讲无商 你看现在立法院里面113个立委 谁敢说自己是花天酒地 这讲出来你的支持者绝对散掉 都讲你才会有这样的 刘委员呢 他算不定 这就是韩国瑜最厉害的一点 他的支持者跟刘委员 就是截然不同的人 刘委员不能这样 这位现在流行这个 韩国瑜可以 不是 现在流行 行为 这人以前一直觉得 你们这些真实人物跟我距离很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可是韩国瑜你跟我一样啊 我也是吃喝堵啊 我会做的你们也都有 那而且韩国瑜还是什么 而且韩国瑜不但跟我一样 韩国瑜还可以打败那些 以前从来就看不起我的人 晚间十点尽情锁定 政治到了